小笼包要想好吃,关键就在于这个肉馅的调制 那么怎么调出来这个肉馅鲜嫩多吃,而且吃起来还不油腻 大家好,我是关心雄陈老师 那么今天我就把这个肉馅的调制方法分享给大家 肉馅咱们尽量选择这种猪前腿肉 比例的话咱们保持在这个肥肃各半 小笼包这个肉馅咱们尽量选择要肥一点 这样吃起来的话肉馅才会更香一些 为了让咱们这个调料和肉馅充分的融合到一块 咱们先做一个料汁 这就是做料汁咱们所有的调料 碗里面咱们先加入姜末 然后葱花 然后放入盐 花椒粉 鸡精 味精 白糖 胡椒粉 这个是一个麻辣鲜 如果是咱们没有麻辣鲜的话 咱们也可以用这个难得粉来代替 好了,全部给它倒进去 再加入生抽 红烧酱油 这个是用来上色的 如果没有红烧酱油 咱们也可以用这个老抽来代替 再加入蚝油 好了,最后加入清水 倒进去 然后给它搅拌一下 将这个调料先给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以后 咱们倒入料理机中 将这个葱和姜给它打成汁 打好了以后 咱们倒出来 葱油碗里面 这一步 咱们将这个葱和姜给它打成汁 就是为了更好的去除肉线里面这个胸味 咱们在拌肉线的时候 就不需要再去加料酒 接下来咱们开始拌肉线 将咱们打好这个调料汁 分次给它倒入肉线里面 先给它倒上一半 然后咱们先用手给它先抓一抓 先给它将这个肉给它抓散 然后顺着一个方向 给它搅拌上劲 咱们在拌线的时候 为什么这个水要分次加入 因为只有分次加入了 咱们这个水 才能充分的打到这个肉线里面去 最后咱们将这个料汁 全部打进去了 然后这个肉线看起来 有这个粘劲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再加入这个料油 芝麻香油 再次给它搅拌均匀 最后给它搅拌均匀以后 咱们用保鲜膜封起来 放到冰柜里面 给它垄冻两个小时 咱们在拌肉线的时候 这个料油一定要最后放 这样才能锁住这个肉的水分 肉线吃起来才能鲜嫩多汁 那么接下来的话 咱们就开始和面 咱们500克的这个中筋面粉 先加入5克的泡打粉 泡打粉的话 咱们直接倒了面里面 还有15克的猪油 也一起放进去 咱们加猪油 就是为了让咱们 装出来这个包子 表皮更白 皮更软 然后再准备让320克的温水 将咱们这个5克的酵母 5克的白糖 给它倒到这个温水里面 给它化开 给它搅拌一下 将这个泡打粉和猪油 先给它搅拌均匀 然后将咱们这个酵母水 分次给它倒入面粉中 边倒边搅拌 搅拌到这种盆里面 没有干面了 咱们将面给它揉到一起 给它揉成面团 面揉好了以后 咱们给它放到盆里面盖起来 然后开始发面 面发好了以后 咱们揉面排气 然后给它搓成长条 搓成长条以后 咱们开始下剂子 咱们这个一个剂子 大概就是20克左右 接下来咱们开始包包子 这个小笼包这个面的话 咱们不需要擀 直接给它按扁就可以了 然后放上咱们这个肉馅 然后咱们给它捏起来 好 这样咱们一个小笼包子就包好了 包子全部包好了以后 咱们还要进行一个爱次的熊发 大概熊发个10分钟 熊好了以后 咱们开水上锅 开始蒸包子 然后大火 咱们蒸上个大概8分钟 好了咱们这个包子已经装好了 咱们关火啊 打开盖子看一下 这样咱们这个小笼包子就做好了 看一下咱们装出来这个包子 表面的话蓬松渲染 然后咱们掰开啊 掰开以后里面这个线性显得得知啊